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元 今天我来到了尼泊尔丈母娘家 但是丈母娘的话不在家 他们大舅子 二舅子 所有的人的话都出去了 因为去教会去了 因为今天是周六 所以我来的话 没有人 现在十二点钟 尼泊尔这边的话是早上十点钟吃饭 还有下午大概三点钟吃饭 所以现在十二点钟的话 是不吃饭的 不吃午饭的 跟中国时间不一样 所以咱们来了的话 我自己做个饭吧 因为我自己动什么 我在家里面的话 我也经常自己做饭 大家看一下我今天准备做什么东西 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鸡蛋 准备做鸡蛋 还有豆子 这个豆子的话 要发这个至少我就得发十个小时以上 但是我来的时候就到十二点了 现在才发一个小时不到 没有时间啊 所以我只能用高压锅去压了 用高压锅去压哈 就会快一点 快一点 然后压好了的话 豆子和和鸡蛋的话一起去做一下 做一起去做 只能这样的 再放点盐 这里这里有盐 这里面应该有盐 应该有盐 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去弄点米饭 这不行 弄米饭 因为我账不着没在家 这个门的话 这门的话没开门啊 所以这个米的话在房间里面 所以我今天只能吃豆子了 因为我也不太喜欢吃豆子 所以我弄点豆子吃一下这个 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做的豆子 因为尼泊人也特别喜欢吃豆子 今天我也吃个豆子 吃完豆子的话 我们去下面那个镇上 再吃点饺子 下面镇上 因为今天我来的话 和朋友来的话 等下来了 就上午来的下午就回去 打算在这里搞只鸡 搞只土鸡回去吃 打算 现在我们的鸡蛋已经搞起来了 水煮 水煮鸡蛋 然后豆子用高压锅压 这个压 等一下把鸡蛋和豆子一起炒一下 现在是我做的鸡蛋炒豆子 尼泊人特别喜欢吃 就是豆子炒豆子 但是我加了几个鸡蛋 就是三个蛋黄 但是我不怎么吃蛋黄 我就吃点那个豆子 还有蛋白 因为丈母娘没回家 还有丈母娘一家人 所以中国女婿只能自己冲 亲自动手了 封一族食哈 这是亲自动手 封一族食 看一下我做的这个怎么样哈 看起来还可以的哈 这个留着我丈母娘他们家人吃了 我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 我朋友他不那么好喜欢吃 等下我们出去吃那个饺子 吃其他的东西吧 我吃这就应该吃饱了哈 好的 今天是因为丈母娘没在家 所以这个中国女婿亲自下厨哈 做了一个蛋炒豆子 我试一下味道怎么样哈 不能说味道非常好吧 一般般哈 嗯 吃我这吃吧 因为今天没有米饭哈 那么今天就先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